哎呀 哎呀 除此之外 学习山东快书评书的也大有人在 如今学习曲艺已经成为了老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 那个学艺是路人 人民的笑声是献给党9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幽默是人类的天性 因而不同文化中的幽默艺术可以很容易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经典的妙手成幻就改编自莫里埃的小说《曲打成一》 这段醉酒也脱胎于一个外国笑话 我爬上去 我爬上去 你关店门 我掉下来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出现了全民学外语的热潮 据说连侯岳文都在学习英语 准备出国留学 于是很自然的在贴近生活反映生活的相声里也出现了学外语的段子 那时很多作品都加入了外来的时髦元素 王千祥李增锐走起了模特步 杨振华的下棋也加入了日本电影追捕的片段 特别是石小杰的吉他弹唱 在当时都火得不得了 我上医院 那时候也是我胆大脑袋烫着 讲的烫头 服装那时候都是什么中山装 很多 我不 你是挂旗的穿中山装 西服 我看你歌星都穿西服 体育馆穿西服我就穿 这挂旗的 一下好 整个一百个人那感觉 我们更不会忘记 当年声势浩大的小品也同样如此 在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 小品明星蔡明戴上假发 演起了外国姑娘 由于掌声很多 使得导演意犹未尽 第二年 蔡明再次登台 跟刘洋在外的儿子 唠叨个没完 而最让观众惊讶的 还是老演员赵丽荣 老人家的英语还确实有些味道 说起来这里面还真有点故事 我妈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出来 最后我们不是到欧洲去 去这个意大利我弟弟那里 实际上一个是去看一看儿子 二一个呢也是让他把这个歌呢 老太子说你得给我唱一遍 我怎么怎么来学这个歌 作为中国曲艺事业的领导机构 中国曲艺家协会根据服务党和国家大外宣的格局 开展了一系列的对外交流活动 拓展了中国曲艺对外交流的领域和空间 必须走出过门 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呢有外事部门 每这几年吧 先后去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英国 法国 爱尔兰 还有那个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地 还去过委内瑞拉 当然了还是用我们中国话说 汉语说 曲艺这个走出国门是最难的 他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里边 是最深入到文化的内涵里边的 所以他跨文化的理解非常的难 所以我现在觉得曲艺所谓走出国门 还是主要在海外的华人的文化圈里边 发挥作用 对其他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尽管漫长 尽管艰难 但是中国的艺术家 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努力着 2010年5月 中国曲艺家协会与巴黎